到了冬季什么植物可以开花 我们又如何做到让家里一年四季都有花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家庭开花植物四季布置策略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椰木 那今天椰木介绍的花朵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盘长寿花 这长寿花原名不叫长寿花 它叫做圣诞迦兰菜 是一种多肉植物 但是这个植物来到我们国内之后 改了一个名字叫长寿花 卖的是相当的好 不仅它的寓意好 关键是它开花的能力非常的强 不仅能做到冬天开花 还能做到花色多样花期长 这期节目应不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寿花 教大家如何在家庭开花植物 让长寿花做好一个正确的布置和覆盖 以及怎么正确的养好长寿花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长寿花学名叫做圣诞迦兰菜 那为什么叫做圣诞迦兰菜呢 那其实它是在圣诞节前后开花的 本来就是一种西方的花卉 引进中国来之后 你想想圣诞节是在什么时候 正是冬天 所以冬天本身开花的植物就特别少 来了一个圣诞迦兰菜 你说多么值得人欣喜啊 后来改名为长寿花 它就火得不得了了啊 不仅呢 因为冬天开花 而且啊 花色非常的多啊 大家眼前看到的是黄色啊 其中颜色还很多 粉色啊 大红色呀 各种各样的颜色 热人喜欢 而且啊 长寿花的花期还特别的长 从冬天一直12月份开始开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甚至能开到5月份 差不多覆盖了足足半年的时间 它都在开花 它的花朵啊 是一批接着一批持续不断的开放的 当然跟养护的条件 养护的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等会儿咱们来讲 因为首先告诉大家就是啊 圣诞迦兰菜 也就是长寿花 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开花植物 我们应该把它养在一个什么环境 以及如何做到覆盖啊 首先呢 这个长寿花啊 它对光照的需求呢 还是比较强烈的 是一个典型的洗光植物 如果光照不足会怎样呢 会引起严重的涂涨 它的花梗跟叶片的距离会拉得很长 你看我这边啊 叶片的位置呢 大概在这里 花朵在这里 最高在这里 如果你缺乏光照呢 它的花梗会伸得很长 直接伸出镜头外 这个是缺光的典型表现 而且花朵的量会大大的减少 影响美观 所以它对光照的需求还是很强烈的 家庭盆栽啊 还是适合养在什么地方呢 南向的阳台 南向的露台 或者说你家里南向的庭院里面 有院子的花友 摆上它很合适啊 大部分有阳台的花友们 特别是有南向阳台的 强烈的建议 建议大家可以养一盆长寿花 而且长寿花现在性价比也很高 像我这样的小小一盆啊 大概也就10块钱到15块钱左右啊 你就可以买到一盆了 性价比是很高的 很值得养 而且它的复花能力很强 不是说你今年养了 没有花了你就扔掉了 不是 它可以反复多年的开花 这也是它非常强大的能力 接着一门来说一下 我们长寿花家庭养护的一些技巧 刚才有讲过 长寿花是一个典型的洗羊植物 所以我们做家庭养护的时候 要把它养在一个啊 有阳光的环境 其次呢 长寿花的叶片 你可以仔细摸一下 它跟其他植物的叶片不一样 其他植物的叶片是薄薄一层 但是你摸长寿花了就发现呢 它的叶片很厚实 像有肉一样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多浆类的肉质叶片 像这样叶片的植物 一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就是非常怕水落 所以我们给长寿花浇水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够浇水过多 宁愿缺水也不能够严重的积水 所以给它浇水的原则 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宁少物多 干透浇透 宁少物多是指给它浇水的时候 情愿少也千万不能多 那干透浇透指的是呢 它彻底盆土彻底干透之后 再一次性的浇透水就可以了 这就符合它的一个浇水习惯 这个是养它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次 想让它花朵开得好 施肥也是少不了的 平常肥料呢 一目推荐的是呢 磷酸二氢钾 这个肥料啊 特别适合长寿花 对它开花 那除了肥料和浇水 还有一个技巧非常的重要 就是长寿花的修剪 我们平常养长寿花呀 它花泄之后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花梗 给它这样修剪掉 懂吧 如果它的叶片呢 长得非常的高 拉得很高 它的叶杆子长得很长 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给它修剪 修剪的目的是什么 不仅是减矮 而且可以呢 促进它分裂 长出更多的花芽来 花芽来 知道吧 所以修剪对它 开出更多的花 非常有好处 所以养长寿花的话 一定要有修剪的习惯 这个养长寿花也很重要 最后应该来总结一下长寿花 这种植物的话呢 冬天开花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做家庭开花植物 覆盖布置的时候 如果你冬天 家里冷清清的一点开花植物没有 那长寿花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从冬天开始养之后 只要光照充足 到了春天 甚至延续到开到早下 它就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开花植物 你一样就知道了啊 家庭盆栽呢 只要光照充足 养护上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注意不要浇太多水就可以了 总之 很适合做家庭盆栽 性价比很高的一种开花植物 如果你也喜欢 你也养了它吧 好了 那这一期关于长寿花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下期节目